強臺杜鵌使得台北地區 已經有了間歇性的雨勢 容易淹水的地方 像是台北市的木柵地區 這裡的居民一早 就已經做好防臺準備 在門口堆放沙包 就怕一旁井美希暴漲 水淹進來 河地旁也增現臨時 抽水戰戒備 但違規停車車輛占用空間 里長好機好機請來遠景幫忙 好在終於聯繫到車主來移車 這大家擔心 因為剛剛護員 整個環境都會好 然後又來這個 就會是很頭痛的問題 區公所內 提供民眾領取的沙包 也都就位 數量保證足夠 如果不夠我們還可以 從市政府這邊掉沙包 存量 絕對沒有問題 各個抽水站所有人員待命 一旦水淹過警艦 就會立即啟動抽水 所有人繃緊神經 嚴防強臺 解章場明示專家台北報導